女人用针抽出三生鲜血 往橱柜上撒一点 剩下的全都泼在地板上 再用纸巾草草擦拭一遍 留下一对斜手印 紧接着她又找来一根铁锤 沾满鲜血后 藏进燃烧的壁炉 还剩最后一步 那就是刷爆丈夫的信用卡 再用对方的名义 为自己购买一份高额保险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她就是要陷害自己的丈夫 伪造成命案现场 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女人名叫艾米 是美国畅销难化的人物原型 五年前的一次聚会上 怨识了丈夫尼克 两人很快结为夫妻 但是婚后艾米渐渐发现 丈夫不思进取 失业后整天待在家里玩游戏 买价格高昂的游戏设备 甚至还对她进行家暴 她害怕丈夫会杀了自己 于是决定展开报复 为了使作案动机更加成熟 先是用丈夫的信用卡 购买男性奢侈品 再趁对方观看球赛的见习 忽悠她提高自己的保险额度 受益员填写丈夫的名字 对了 还不忘编上一本真假参半的日记 记录两人从相识到初恋 再到婚姻破灭的全过程 为了更加逼真 她专门观看书籍 研究警察破案的细节 布置好整个作案现场后 拍着车员走他乡 另一边 回到家的尼克 四处寻找却不见妻子的踪迹 看着屋内破碎的玻璃 和散落的桌椅 她很快发现不对劲 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打到 他们在厨房柜子上 发现散落的血迹 高度不像是做饭件上去的 紧接着在厨房地板上 也发现了血迹 而后又在壁炉里 找到了带血的凶器 这一切线索 都指向了尼克 警方怀疑他贼喊抓贼 于是将他带到警局 医生提取了他的指纹 警察问他 你知道妻子有什么朋友吗 他说没有 警察又问道 那你妻子平常一个人在家干啥 会不会抑郁科要啥的 回答还是没有 联想到橱柜上的血迹 警察又问 你妻子的血型总该知道吧 但依旧是没有 这就让人很疑惑了 这是结婚了几年的夫妻吗 一问三不知 于是警察又试探地问道 那你们平时关系怎么样 这下尼克反应过来了 你们语气怀疑我 不如查查小区的流浪汉 这样警察更加怀疑了 于是又对他家中 再一次进行搜查 这次他们在一个烤箱里 发现了一本 被烧毁过一半的日记 正是之前艾米伪造的那本 在日记的结尾还写道 丈夫是个家暴男 并且会杀害自己 于是警察进一步确认了 凶手就是尼克 无奈没有找到凶手 并不能将他抓捕 第二天 警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希望他的粉丝帮忙寻找 被人怀疑的尼克也不甘示弱 为了证明清白召开了 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表明妻子的失踪与他无关 就在这时 人群中突然冲出来一个孕妇 对方声称是妻子的闺蜜 还说出他已经怀孕的消息 这一下震惊了场内的所有人 大家纷纷为上前询问情况 眼看情况不妙 尼克赶忙在警察的掩护下跑路了 而另一边 警察很快接到了医院电话 正是艾米确实怀孕了 他们找来尼克询问 对方一脸无辜的解释 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同房了 那个孕妇根本就是瞎说的 可就在这时 警方拿出来一张照片 上面是妻子和邻居的亲密互动 这足以证明两人关系很好 这下尼克总算知道 一切原来都是妻子的手柄 为的就是将她送进监狱 这个女人正在刷牙 下一秒似乎想起了什么 只见她拿起一把锤子 对准自己的脸狠狠砸了下去 她叫艾米 为了送渣男丈夫进监狱 伪造了犯罪现场 现在她要跑路 在这之前 还送给对方一份大礼 那就是伪造怀孕 她先是和怀孕的邻居假装交朋友 言语间透露自己常被家暴 紧接着抽干厕所马桶 给对方喝下加柠檬水的饮料 等对方上完厕所 再提取出尿液 这样警方取证时就能发现自己怀孕 为了防止被人认出 还不忘为自己换个发型 拿起剪刀直接剪断长发 再涂上染发液 用笔将眉毛涂黑 穿上极为普通的衣服 没事多吃高热量的食物 使自己变胖 就这样 从一个性感美女 瞬间变成乡村土大妈 为了不被警方查到交易信息 就连跑路的车也是用现金购买 做完这一切 她就去郊外租了一个房子 为了不被人怀疑 还拿起铁锤砸向自己的脸 让人物认为自己被家暴 但百密一书 一次在户外打棒球时 可这一幕还是被不远处的混混看见 第二天她准备搬家 正在清理着家务 突然门铃响起 一群人闯入她的家中 四处翻找 将她的钱全部抢走 身无分文的艾米只能睡在车里 却被警察无情去感 没办法 她只能向前男友小帅寻求帮助 她告诉对方 自己是被家暴 所以逃了出来 小帅很是心疼她的遭运 将她带到私人别墅 在别墅里 她每天观看新闻查看案件最新报道 一切都是按照意想之中发展 直到这天 一直无法脱罪的丈夫 花仲金找来一名律师 在律师的建议下 她在媒体的镜头前 大方承认自己的错误 还在屏幕上深情告白 保证自己会成为当初那个完美男人 遇到这种男人一定要小心 她在家里四周都安上摄像头 方便监视女朋友的一举一动 给对方买衣服安排她的生活 直到这天 忍受不了的女朋友决定反击 她的女朋友就是艾米 这天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屏幕上忏悔的男人正是她的丈夫 看着丈夫的告白 顺利回去 一个邪恶的计划就此诞生 早上 在前男友出门前 她趁对方不注意 咬破她的嘴唇 用手弄乱她的头发 并解开衬衫 伪造成匆忙离开的样子 等男友离开 紧接着在腿上绑好绳子 把红酒粘在衣服上 打开监控 直接对着摄像头 表演了一番自己被强迫的戏码 还不忘在手腕上也系好绳子 留下被人捆绑的痕迹 最后一步 晚上等男友回到家中 她换好衣物直接勾引她 趁着对方没有防备 从床下直接掏出匕首 一刀割破了她的喉咙 第二天一早 浑身是血的她回到家中 蹲在家门口的记者全部上前 尼克看着眼前的妻子一脸震惊 下一秒对方就倒在她的怀里 她虽然知道一切都是妻子的寂寞 但是却不能拆穿 来到医院 医生对她的身体进行检查 她也说出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 被精神病人监禁虐待 还对她进行侵犯 她才失手将对方杀害 经过证实 警察从她体内 找到了被侵犯的证据 最终相信了她的证词 她也再次回到了别墅 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对方知道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而且她还是个杀人犯 所以想要和她离婚 可是艾米并不同意 就算真离婚了 大家也只会认为自己是负心害 于是两人做起了表面夫妻 在外人面前假装恩爱 可回到家却如同陌生人 晚上两人也是分房睡觉 一段时间后 尼克终于受不了了 她打算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揭露妻子的恶行 可在这时 她突然收到了一份礼物 是妻子的怀孕诊断 原来对方用她的样本 做了人工受孕 这下他们必须得捆绑在一起 继续过着表面夫妻的生活 影片也到此结束